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9月30日,29日,明天是30日,那么刚才看到了一个消息,今天是28号啊,明天是29号,不糊涂了,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周末星期天啊,有时间就工作,工作就是快乐,要不干嘛,所以越工作呢,实体越好,精神越,精力越充沛啊, 你看现在都是几点了,9点45分了,我现在冷然是借负如飞,是吧,刚才又给那个树叶子装了一袋子,再过两天垃圾车也好来了,是不是啊,到了秋天,秋风扫落叶啊,落叶很美啊,但是你想你装袋子啊,这个就比较辛苦了,对不对,乐在其中,是不是啊,现在过的就是陶渊明一样的生活,是不是啊,眼归正钻啊, 刚才看到了这个海外的大纪元,发了一篇文章,讲到美国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的情报系统证实啊,中共核潜艇在武汉通过了, 我已经拒绝公开此事,为什么,部队除了丑闻都是国家机密,你看我被关在旅村海人基地看着手,当时我很生气啊,我也不是部队的,为什么不关在这里,太不公平了,部队还搞这些东西,现在我特别庆幸,为什么呢,你把我关在部队,我才进一步了解了军队是个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你小房间里很小,是吧,根本不能散步啊,散什么步,你就身体转在一圈,再转两圈就到头了,啊,那怎么办呢,也没有笔,也没有纸,什么也没有啊,电话也没收了,这个24小时的大灯包照着你,是吧,还有个摄像头看着你,有尿就在盆里就撒掉, 要大灭报告,这个战士,战士带你到对面的毛坑,去放电,是吧,你想多苦,没啥事,就往那个墙上,就到处环顾啊,大连花讲,就到处撒嘛,看,哎,发现了,最有乐趣的东西来了,墙上写满了甲骨文啊,像甲骨文一样啊,密密麻麻,写了字,什么字呢,就是正确的证,大家都知道选举不就是, 老张,一票,这一横,对不对,老牛又一票,书,就这样啊,平平书是这样写,写,哎,明白了,就是关押在里面的人,也没有笔和纸怎么办,有手指甲,刻,刻了墙上,这里一道一道,全都是,哎呀,密密麻麻的啊,挺吓人家,那个甲骨文似的,挤满了墙啊,哎,明白了吧,抓了多少人这里,关了多少人, 抓的是什么人,关的什么人,谁放了,就两天,一,二啊,可能是把手掌得罪了,调皮老大,关在这里,关两天就发事了,关小号,是吧,一,二,放了, 一,二,三,四,五,六,老不放了,我看有的,二十八天,完了,批谱了,是吧,咱懂点法律啊,拘留,拘留批谱了,逼消司法了,还有的,更长啊,一看,哦,明白了,这大狗儿,这些话赢以上了,是吧,先不去讲他了,所以我告诉你,他公开不做报道,部队的丑闻,坏事都不报道,报道都是好事, 所以你这个脑袋,老想部队那么纯洁,其实不是啊,部队并非风平浪静之处啊,和这个老百姓的社会一样的,只不过共产党伪善,出了残暴伪善,他为了保持这个部队的所谓的光辉形象,他就虚假报道,久了,你就洗脑洗了一提起部队,你啥不知道,现在你看有国内很多的人,来了以后就用微信了,什么都用微信了,微信打不开,自由世界什么也不知道,久了以后这就傻瓜一样, 对任何人,卡尔巴都知道,新共产党的骗子,你都没法交流,甚至有的人要拒绝真实教训,啊,所以这核潜艇的事,中共不会讲,一直供中共的丑闻啊,你想刚建了核潜艇啊,还是最新动力型核潜艇,春季在武汉的码头,这是26号,美国的情报部门发现,啊,沉没事件发生在5月和6月初,这艘攻击型核潜艇,是新洲级海界系列的第一艘, 你想今天这个都花多少钱,我估计,砸脑子钱了,是吧,老百姓这个生活很苦啊,你看他把钱都送到这里来了,他讲,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透露,中国海军试图掩盖,其新型首艘核潜艇,在码头沉没一样,一事并不奇怪,目前美方正是沉没的一艘核潜艇,但赏不清楚,潜艇沉没,当时 是否带有核材料,这个美国应该是从空中看,美国这个卫星太厉害了,天空大眼珠了啊,据说这个地面上像乒乓球大乱那么大的东西,那给你照的一千二十,说部队军头哪一个在搞破鞋,在哪个房间里都照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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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这种北京外交部立行记者会长发言人讲他不清楚这个事,是他不敢讲啊,他讲了脑子不掉了吗,那发言人就是个什么鹰鹉学舌的小鹰鹉,是吧,领导叫怎么讲,他就照顾先生讲一下,他觉得自己话就可笑,我混个心神啊,他说那个造船厂啊,一位研究中国造船厂卫星图像的专家,首先注意到这个明显沉默的迹象,是美国海军 人,潜艇兵,全部衣,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师,因美国这些智库里边这些研究员呐呐,都是有敌练 有资历的,那一行才行,雜是外行。人是外行,是内行,看门道啊,他说这是一个挫败。显示了中共的这个,呃 尴尬啊,嗯,接着,他就讲到,这个,呃,媒体上 为了这个吵架 这个事我就给大家讲了 我要讲的时候他怎么承诺 是不是啊 我认为他是海军里面的 这个游致之事 是吧 反对习近的事 或者反对战争的军头们 军官们给他故意的搞下去 因为你想吧 这个何潜平在武汉 他都不在别的城市搞 在大连他都不出现这事 以后讲 在葫芦岛他都不搞不出现 因为在大连装饭场他也受啊 对不对 他为什么就在武汉的厨师 哎 你就不明白了 武汉现在老百姓 包括武汉的军队 老百姓呢 百分之八十六十七 最起码六七十 很容易散倒 因为他三年封口 搞了封城模式 就武汉死了很多人 到现在老百姓心里 这个郁闷没有排泄出去 为什么 真实情况没报道 但是呢 就真实情况又是存在 你说家家户户 三千六户 其他户刮那一 哪一家庭没有一个血泪史 你来吧 来找到看病 他爸爸当时还是小毛病的 很小的毛病 我给你找到看病 同时呢 你 王海也没有孩子 说生活挺好 就跟我玩 他爸爸老星来了 他一来到医院去治他的 好像是眼病 他爸爸眼不太好啊 他感染了新冠死掉了 所以王海为什么抗争 就武汉老百姓收苦 老百姓只有他发出声音 这兄弟非常猛 还给我发过邮件啊 这个讲他的情况 我很同情他啊 但是我 帮助什么大妈啊 只能讲一讲 对吧 因为咱们能力有限了 说些里话 咱也不是基金会 手里无知无权也无钱 你要想要搞点钱 就成立基金会 基金会当时在拼情人啊 容易造谣 是不是啊 所以我这没有啊 也帮不上什么 很可惜啊 过段时间听说他抓了 到现在就监狱里啊 类似他这样的人 很多 一个方方日记 都打着擦边球 就是讲个日记 最后给他好顿成 是不是啊 那个也就说呢 这个武汉的老百姓 恨共产党压扬 我跟你讲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完全有可能 有一些军人 或者军人家族 你三年风格 给我们整这么苦 你不补杀我们 其实还干过和解体 世界搞过一次 天用人员一地鸡毛 你美国为什么自由世界 把核武器都整加门口 还在这整这东西 我给你干掉 我认为他是把它干掉 不意地干掉 否则不可能 新的和解体刚造成 哄下沉默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 这是你你你是造了小翻船 楼船沉默了 你核潜艇不那么容易沉默的 他这个沉默里边 必有要好 我跟你讲 不是一般的 部队里边武汉军区啊 反西的势力 一大批 我就跟你讲 很多人就心想 我要给你搞这个东西 攻击美国 那不招死吗 你这核潜艇和美国的核潜艇 能是一个等级吗 对不对 核武器这东西 我跟你讲 我现在搞明白了 就是你的核武器 只要从窟里出来 你准备要发射了 你美国之眼就给你去灭了 你现在这海港大眼珠 早就登好了 什么都准备立立所所 是吧 绝对不可能让你先发 你就没门 就是一个瞎忽悠 所以那些军头 有的都是从大学本科毕业 他们外号叫大本 我以前不懂啊 我就坐牢的时候 在女生海银集体关押的时候 那小战士和我讲 我说你当了几年兵啊 他说我当了两年了 我说你怎么好好努力 这样升个官 升啥官 升官在你身上大本 我什么时候大本 学了品课 就部队品课 最新把水面舰艇学 出来 是吧 因为我老同学 当时有好几个在里 当教官 刘勇龙 李承义 还有我们班主 徐老师 下来死了 是吧 都在这个水面舰艇学 我一听 我以前都觉得大本算啥 本科毕业和我一样 原来这东西很重要 它是个重要的阶梯 敲门砖 有没有这个砖 门不开 是吧 资本资本开门 这个砖在砸上就啥 是吧 所以那个一定是 和潜艇啊 一般来讲 陆用的群人 都是大本毕业 大本毕业就有一个问题了 一定是会翻墙 对不对 因为他本身英语好啊 他大学本科毕业 都不会英文嘛 是吧 我老乡在大学的时候 英文是太一般了 但别的课我都学挺好 是吧 语言不好 这是全是惭愧的 到现在这个英语 对话都不太过关 也每当小的认识 就是家人的官 反倒是组成我的地呢 确实是个问题啊 这个 讲大本这个事 由于这个 和潜艇这些 这些将美国 就搞定人 他都是 不是傻瓜 因为他不是英文好 会翻墙 有文化才能干 这 于是的学醒的 比较好 经常听海外这些 自由媒体 包括老江的节目 这么一鼓动 还脑开窍一看 这么样的 你还在鼓动和潜艇 你现在就 已经给美国得罪了 你再整个话 美国打咱的是吧 你不是我们是 当炮鬼吗 你习近平藏起来吧 你让我们搞和潜艇 我们的武器 还没等放上去 你就给咱灭了 那我老婆孩咋办 我傻呀 早想 是吧 听听一搞 他就沉默了 沉默了 你都没有证据 为什么呢 证据毁灭在汪洋 这种 是吧 这个决定是 查过实际 偷子乐 领导 他们一批名 谁长大 查 心想 查吧 蛛丝马迹 随波蛛流 没有辣 是吧 永远查不到 共产党搞死 话语就是吧 他为什么就在海上 溺水死掉 溺水死掉 证据就没有 是不是 共产党超脚 我告诉你 那时候我就提醒话语 我说你呀 硬人在孤岛上 话证什么 要用一年的时间 创作一个作品 你竟相信了 他那时候觉得 好像我讲有点 太警惕了 是吧 其实你要警惕 我跟你讲 天上不会掉 线柄 线柄 你就想 人们那么 慷慨的帮你 你不是白帮吗 谁傻瓜 必有原因 你就想一想 是吧 别给自己 太大回事 有的时候就 你又上当受骗 是吧 咱就普通人 我要讲的是什么 这个何坚平 我个人认为 很可能 当然我没有料 咱不照料 很可能是 熏陶 反对战争 追求和平 沉默 一沉默以后 你捞不上来了 那么重 一边那是一个 掉下一个衬托呀 反正找个人就捞上来了 就在底下了 问题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非常担忧 就是是否携带着 合肥和料 这是个大问题的 因为中国 他这个特别的不负责 他如果沉默 上面带着核燃料 这个是麻烦的 是吧 所以习近平 现在是一路走到黑 搞不好 就给这个世界毁灭了 是吧 习近平心想 反正我爹小二 将来也没有前途了 国际社会都到门口 来整我了 要死 大家一起死 绑在一块 是吧 这就像有的草民 变成暴民的时候 驾车在中南海 这块错 他都水之类型 人坐上中南海也好 坐上那个桥梁 道路 人就是单一 这一个世界 他是就整个 霍霍整个世界 是吧 一直搞到今天 在成都 所以他和建廷 这个事 是个大事 至于说 后来这边文章 讲一些五毛围导 其实也不是五毛 那些人都属于什么呢 属于共产党 这个叫 这个信息部队 信息支援部队 就部队养了一批 这个撒谎 这个留言 就出来骚扰 你比如说你直播 你直播的时候 保证你讲的关键的时候 就会有个读者 马上上来 给你刺激一下 让你马上 精力转移了 是吧 你比你看到 所以他有些这个 就是 信息支援部队 就搞信息战 这都属于中少 有个部下 一大批人 每天就是 狂吃海盒 什么也不干 就是研究海外这些媒体 盯住几个人 比如盯住陈伯空 你要盯住杜汶 每个人 一个月给个几千块钱 这个薪水 是吧 他啥事没有 炮一杯 擦一上半 擦手机 就在网上就开始 围 是吧 看 比如你看你 讲这个问题 非常敏感 如果你讲一般 他没办法 一看讲到 习近平私生子 马上 还会这样一个 刘老师 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提问了 是吧 给你倒餐就办了 你看那个 蒋宝正小朋友 有着讲 那正是关键的时候 中断 为什么 马上有读者出来 那咋是读者 那都拿薪水的 就是这个信息战的 这个战斗员 喝着就是马提醒 就混饭吃 是吧 还讨身果 是吧 有可能还是监狱里边 那个就是 教育科的警察 一般监狱里边 这个教育科 有学校 就是给这个犯人们上课的 就他们的人叫教育科 就那里的警察 有可能上网 犯人一般不能上网 他怎么让你上网呢 你上网一看 吸引人不好的消息 听得看 传播水怎么办 所以有的人说 他警部队 这个有些留言 是这个囚徒写的 我认为不是 他这个留言 就是很可能 就是监狱的预警 选那么一批人 那闲得没事 每天在网上怼一怼 这种可能性有 总之 本人认为 这次核显艇 沉默的不同寻查 发生在武汉 也在情理当中 但愿这种事多一点 都给它扫下去 一见一城 我就给你叫你沉默 一直到最后 共产党政权 整个沉默 他才好了 是不是 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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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